假设现在天上飞来一笔横财 你更希望它是什么货币呢 如果说存在世界货币这种东西的话 那么在当今世代 毫无疑问它就是美元 国际贸易中 绝大多数的交易都是用美元完成 它也是很多国家中央银行 外汇储备的首选货币 然而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西方对莫斯科采取全面制裁之后 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 似乎出现了动摇 另外一方面 随着中国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并且与越来越多的国家 达成了以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的协议 有关所谓石油人民币 甚至是人民币挑战美元霸权的说法 也甚嚣尘上 各位好 欢迎回到DW德国之声中文YouTube频道 美元究竟是如何崛起成为全球通货的 由美元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 对于美国自身和其他国家来说 各有什么利弊 如果说美元的所谓霸主地位真的发生了动摇 那么人民币或者其他货币是否有可能取而代之呢 如果您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那就请锁定这期影片 保证一看你就懂 1944年 一场给数百万人带来苦难的世界大战 竭尽尾声 而美元统治世界的道路 也正在同时开启 44个国家的代表召开了一场布雷顿森林会议 就建立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全新世界货币体系达成了共识 到70年代 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 下令停止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兑换 但此时美元已经牢牢确立了作为全球贸易中心货币的地位 那举个例子 如果两个国家之间要进行贸易往来 而他们有着不同的货币 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会选择用美元来进行交易 国际贸易总额中 有88%都是通过美元来结算的 而且在原油咖啡黄金这类商品的全球市场上 美元也是首选交易货币 但美元的主导地位并不局限于国际贸易 它还体现在另外一个关键领域 这些外汇储备的用途包括给困难时期应急 贸易结算 偿还外债或者是稳定本国货币汇率等等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 在世界各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当中 美元所占比例超过60% 没有任何一种其他货币能与之相提并论 是否有些人贵的仪式货币 是否有任何与其他人贵的仪式货币 如果一个国家想要货币 的仪式货币 需要货币的仪式货币 需要货币的仪式货币 很多所谓的仪式货币 对世界各国家的货币 对于美元霸权的微词 其实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 这种主导地位 对于美国自身来说意味着什么 财经领域在讨论了这个话题的时候 常常用到一个术语 它来自上世纪60年代 由时任法国财政部长 后来又担任总统的德斯坦提出 它将这种现象称作美元的过渡特权 这样 持续不断的全球需求 就给美国自身经济带来了优势 不过这种所谓的美元特权 有时候也可能会成为美国的负担 但是一种判断的优优 是有很多负责的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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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对于除了美国之外的世界各国来说 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究竟是利大于弊 还是相反呢 比如在国与国之间进行贸易的时候 交易双方无需再去争论该用谁的货币 用美元结算就行了 这当然是方便的 但是美元如此广泛的参与到世界贸易当中 也有一个副作用 那就是原本和美国相距甚远的经济体 会因为美国的货币政策而受到波及 可以说所谓的美元霸权是一把双刃剑 不管对于美国自己还是对于全世界来说 都是有利有弊 但是这套固有的体系是否也面临着挑战呢 如果是那么挑战来自何方 如果按照之前那个外汇储备货币的占比排名来看 那么最具有挑战实力的其实不是人民币 而是欧元 而且在欧元诞生之初 人们确实也曾经对它寄予厚望 那为什么这些年欧元的呼声反而还不如人民币这个后起之秀呢 欧元通往世界货币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之一 就来自于欧元区本身 这是一个货币联盟 其中的成员虽然都使用同一种货币 但却都是经济状况各不相同的主权国家 我们在欧元的货币的货币危险和其他问题 欧元的货币 看见外国投资者不太静 例如 英国政府的货币 同样是英国的货币 这就看得比较安全和更加滤 所以如果您把欧元的货币的货币 在欧元的货币的货币 美国的货币的货币 美国的货币能否移到货币的货币 在接下来5-10年的货币 我认为这可能从美国的货币的货币的货币 此外 美元近期的强势也是因为 美国经济没有那么容易受到国际时局的影响 而这样的弹性则是欧元区不具备的 发生在欧盟家门口的战争 欧洲老百姓因此而面对的经济困境 都使欧元区面对地沿政治变化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所以说欧元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 今后是否还有希望也很难说 那么接下来进入挑战者行列的就是人民币了 中国人民币或 yuan 是一个有趣的货币 因为只有一个年代前 中国政府尽量让人民币更大利益 中国人民币更大利益 也似乎有意义为 人民币更大利益 2016年 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也是人民币在成为主要储备货币道路上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 如果要讨论人民币能否取代 或者挑战美元霸主地位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 首先是贸易结算货币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美国和欧盟等国家 冻结了莫斯科对其美元和欧元储备的使用权 并且将俄罗斯排除在swift国际结算系统之外 这虽然是打击了莫斯科 但也让其他国家看到了过分依赖美元的风险所在 除了俄罗斯之外 包括委内瑞拉 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一些国家 也和中国达成协议 用人民币结算包括石油在内的双边贸易 甚至有一些声音将中沙宣布用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的消息 称作是石油人民币的诞生时刻 难道所谓石油美元的时代真的要结束了吗 除了贸易结算货币之外 人民币是否能够作为储备货币和美元一决高低呢 这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来自国家对于金融系统的管制 人民币如果不能自由兑换 中国又没有类似美国那样开放而且发达的金融市场 那么成为可以和美元相提并论的储备货币 就无从谈起 美国货币或是一个国货币的方式 或者一个岁货币的方式可以通常要在使用 在香港的信息是否则货币和人民币的交易在和中国的信息 在其他信息上的信息是否则货币的东西 和中国的信息是否则货币的信息在中国的信息 他们的信息是否则货币他们的信息是否则货币的信息 他们必要向在中国的信息在中国的信息 他们要永远每天接受到双边的信息 从目前来看 不管是欧元还是人民币 都不具备真正对美元霸主地位 构成竞争的实力 那么像英镑日元等 其他货币差的就更远了 也许有人会提出虚拟货币 但是由于这方面的市场缺乏监管 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短期之内也不具备 挑战美元的可能性 那么美元的霸主地位 会不会有终结的一天 未来的国际货币格局 又会是什么样呢 如果美国货币加上 股間 2008-2009 你认为美元为主导的国际体系 是利大于币还是弊大于利呢 美元的霸主地位还会维持多久呢 人民币能不能成为有竞争力的挑战者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畅所欲言 点赞订阅固然好 独立思考价更高 德国之声为自由决策提供自由讯息 本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